上期测试了空头爆炸还有神器凤凰针 今天我们去看看只能用绿卡才能进的地宝房有什么宝贝 还有小伙伴说去看新出的核电站 今天一起安排了 首先来到绿卡房 然后输入神秘代码 开启上帝模式 这样我们就有了进绿卡房的权限 进门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触发了15分钟的倒计时 面前有三个物资箱 但基本都是空的 10秒钟过后大门开始关闭 想要离开就需要按下眼前的红色按钮 接下来我们开启密室 第一道门需要用剪线前剪线 过了才能开启第二道门 进来后里面有几个箱子 但这些箱子基本不出好东西 只有第二道门才会出宝贝 宝贝好不好要看门锁等级高不高 同锁最好也最难开 而且这些门都是带电的 失败一次就会掉25点险 所以记得带绝缘手套 第一个密室搜到了M16步枪的套装 第二个密室櫃子是空的 但架子上放了一包C4 第三个密室搜到一套吉利服和98k套装 第四个密室搜到了VSS套装 第五个密室搜到了新出的VHS步枪 这个枪有两个版本 手上这一把是次在瞄准镜的 OK五个密室都搜完了 接下来退出立卡房 可以看到房间里已经开始释放毒气 头上还有激光在缓慢下降 很明显这日房子有老六在里面不出来 真有这么厉害吗 我不信 我信了 OK接下来我们探索核电站 先看一下全景图 首先要找到这栋冒着烟的大楼 然后找到这个带屋檐的门 接着我们往里进 沿着直线一直走 翻过卡车跳进去 然后再沿着亮白灯的门走 之后就会到达一个大厅 大厅的墙边有很多柜子 里面会出防护服和油罐 有了油罐就可以开搜大厅的箱子了 这里的箱子都是上锁的 里面会出一到两个油 目前这东西还没有别的功能 只能拿去卖 在我记得老板这里可以看到 一个油的价格是3500左右 OK本期视频探索完了 还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拜拜